再说一下市场的状况 首先A股目前来讲它是很有认劲 很有认劲的原因就是机构深度介入 而且并没有选择快速的一个撤离 这样是它认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不撤离 那总是会显出比较反复 对不对 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美股的下跌 多少是扰动了A股的走势 就是看美股这轮调整它的动静大小 如果美股这轮调整的动静比较大的话 那可能对A股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影响 这个是不得不防的 也是我们对市场稍微保持更为慎重一点 它的一个理由 就是外围昨天晚上的这个下跌 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 股市是欧美股市一级别 幅度也稍微大一点 第二一个就是原油 黄金 其他的大宗商品 它也一起跌 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 那么考虑到 美股它所处的位置 怎么看呢 它也是历史最高位 对吧 然后它的通胀压力 怎么看呢 还是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第三一个呢 就是这个经济复苏啊 有可能复苏的不错 但是呢 会不会跟中国经济一样呢 也是高峰已经出现 或者接近 这个呢 同样是一个考量的因素 然后呢 当然也可以说一下呢 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呢 还在较紧 看起来还在较紧 并没有说找到一个 象征性的 缓和一下的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呢 最近我们是需要呢 稍微考虑一下呢 美股 这根调整 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因素 那么对A股本身来看呢 它就是韧镜很足 然后资金呢 还是供给上面呢 还是没有出现问题 没有出现问题 然后呢 前期的热点板块呢 还处在一种 这个 我觉得是没有释放风险 没有释放风险 这么一个状态 没有释放风险呢 好处的地方呢 就市场的波动不大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总被提防着 它可能会有问题 这个呢 是始终的是要考虑一下的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上午呢 就要六千亿了 那六千亿呢 今天全天呢 肯定是到不了 一万一千亿 那缩量之后呢 我们以前讲过 缩量之后呢 肯定市场的日度呢 是会下降的 特别是呢 用资金堆起来的一些品种 估计呢 会承受的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内部分化的可能性 相当的大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